如果一个男人很在意 自个的女朋友啊 或者是新婚妻子 在跟自己发生关系之前 是不是跟别的男人上过床 好像这是很可以理解的 但是问题是 这个男人自己在之前 已经跟别的女人 甚至多个女人上过床了 但是他自己认为 这没什么呀 所以这个所谓的处女情节 没那么简单 这个双重标准呢 现在社会上到处都是 比如说像以前的 男人可以三妻四妾 女人就得从一而终 还有好多家长 不许孩子骂街 自己满嘴脏话 不许孩子打游戏机 自个天天在那搓马匠 是不是一个人 他的这个价值观的价值标准 比如说这一件事情 是对呀还是错呀 是针对于不同的人 是不一样的 不是的 这个是以事物为中心的 比如说偷东西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不对的 那么如果孩子偷别人东西呢 可能家长会打一顿呢 教育一下 如果是 当然打孩子是不对的了 如果是成人呢 成人也会偷东西呀 比如说盗窃公司财物 那成人如果违反了自己的 价值观 做了自个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呢 他会有一个症状的 这个症状就是会感到内疚 很多有处女情节的男性啊 自己跟不同的女性发生过关系之后呢 他并不感到内疚 而且他甚至还感到以此为荣 他觉得自个拥有的这个 女性性伴侣越多呀 说明自个越能耐 又有本事 这就说明 他并不认为 一个人在跟自己 发生过第一次关系的 那个人发生完之后 再跟别的人发生关系 有什么不对 可是为什么 如果是他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是新婚的妻子啊 以前跟别人发生过关系 他心里就觉得很别扭呢 注意啊 在这儿的这个其他的人呢 不是随便的其他的人 一定是其他的男人 废话 肯定是别的男人啊 除非这个人是一个 双性的性取向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太复杂了 咱们这不讲了 其实在这儿这个处女情节呀 并不是男人跟女人的关系 而是男人和另外一个男人的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男人呢 和另外一个让他的这个女友啊 或者是他的新婚的妻子啊 不再是处女的 那个男人之间的关系 处女被视为真结 这个真结让一个女人更有价值 那这个价值是由谁来评判的呢 肯定是由男人来评判的 所以哪个男人他得到了 更有价值的这一个女人的话 他就觉得自己比后面在跟这个女人 发生关系的那些个男人 更有本事 更有竞争力 所以你看旧社会妓院里面 那些个妓女啊 第一次接客的那些个男人啊 他们都是一些个富豪啊 乡绅啊 或者是黑社会的这些个老大呀 都是那些这样的人 那这样的妓女后面再接的客人呢 那些个男人 自己从心里面就会自动的认为 自己比前面的那些个什么 不管是乡绅啊 什么那些黑社会老大呀 都比他们的竞争力要差一截子 现在大家容易理解了吧 一个有处女情结的男人呢 如果他的女朋友啊 或者他新婚的妻子啊 不是处女了 对他的心理打击非常大 其实这个是对他自我形象的打击 所以在这点上 男人比女人更脆弱 那一个女人如果 跟他发生关系的这个男人 之前跟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 他可能也会吃醋 但是对他的心理打击绝对没有那么大 那男人在这件事上怎么这么脆弱呀 所以下面咱们就讲讲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 我们这个社会啊 现在是一个 主要还是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 重男轻女啊 这种现象 但是这种社会结构 还有这个社会结构形成的这种社会观念呢 对男性的伤害非常大 哎呀这有人听了会说 这个男人是不是得赔卖乖了 不是的 我们经常听人这么说啊 说这个人啊 一点都不像个男人 那什么样的人才像个男人呢 那就是 首先 外表要强壮 有刚养之气 经济上又能够挣钱养家 在社会上 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也就是说呀 一个男孩从他的刚出生开始 这个社会上就给予了他过度的责任要承担 过度的生活的负担 他不能只养自己 他还要养 这个老婆呀 孩子啊 这好像都是他分内的事情 你比如说一个家庭啊 如果太太愿意出去工作 那挺好的 两人一块赚钱养家 如果太太不愿意出去工作 或者说太太 我在家带小孩啊 这孩子八岁了 十岁了 我还接着在家带孩子 这时候一个先生就得出去 他要赚养活至少三个人这么多的钱 我们这个社会给一个男人设计好了超高的标准 要他去填充 就好像一个大气球飘在那 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男人的心里面是非常害怕的 因为他担心自个儿说 我填充得了吗 面对这个超现实的期望值 这就让男人感到更加不自信 感到更加没有安全感了 这时候一个恶性循环就发生了 这个就引起了下面一个不良的后果 那就是当一个男人啊 他内心不够自信的时候 心就会缩得特别紧 他就会找外界的各种方式 让自己看得更加强大起来 就像那个爆米花一样啊 爆大了 但是里面都是空气 或者像那个龙虾打架一样啊 要虚张声势 通过外界形形色色的途径 让自己看起来非常的成功 比如说去赚大钱 比如说去追名逐利啊 这就是为什么男人更有 说的好听的话叫事业心 或者叫野心啊 雄心啊 这个对男人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 他一定得有 你说一个男人要是没有雄心的话 他咋叫男人呢 另外还有一个途径可以利用 就是婚姻爱情 这个婚姻和爱情啊 本来是两个人在一块 在一起做情感的交流 但是对于缺乏自信的男人 这个就成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让自己高人一等 那是因为女性的社会低啊 另外要是还能拥有 更有价值的处女 就更能显示出来 自己比同类的男人高了 看到这儿你可能明白了吧 一个男人的处女情节越严重 说明他内心越缺乏自信 又缺乏安全感 当然还有两个人都期望 对方是处子之身的 这种情况咱们这儿就先不讲了 那怎么办呢 现在又到了我们这个视频最有价值这部分了 第一个 所有的男性要用自己大脑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男性现在在社会上处于主宰地位 其实很多男性觉得好像我天生我们就比女的强 不是这样的 男性并不是天性就比女性强 也不是一开始就处在主宰地位 她是怎么上升的呢 这个上位是这么发生的 在以前部落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 由于男性他这个身体比较强壮 这时候在互相打仗的时候 在这种环境下他是占优势的 他是对这个部落是有贡献的 然后打赢了之后 随之而来的就会有一些个战利品 或者是说打猎回来的食物 他就能够多得到一些 然后他在部落中的这个地位就会慢慢开始上升 那当然随之而来的也会有 男人就应该成功的这种社会形成的外界压力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这时候男性就知道 外界对我的这些期望值啊 很多是不合理的 这个时候呢 跟自己心里面的那些反差就会缩小 就不会过分的觉得自己不行 就不会过分的自卑了 在这我也多说一句啊 对于我们女性来说 我们有认识到 我们并不是天性就比男性差的 那是因为以前呢 在战争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这种社会现象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不像过去一样了 我们现在有高科技了 我们不是说靠体力生活了 所以我们女性的机会也有很多 女性对自己的期望值太小了 是因为整个社会 对女性的期望值都太小了 所以我们要给自己增加期望值 第二点 婚姻爱情本身呢 就是非常甜蜜的 是两个人应该互相享受的 那怎么停止对她的扭曲啊 滥用啊 我们看那个小男孩从小啊 跌了一跤的时候啊 在那一哭 马上家长就说 男子汉不能哭 要强壮 社会习俗就让男性从小就开始抑制自己情绪的发泄 自己情感的表达 所以男性是很难敞开心扉的 在一块谈的都是 房子车呀 什么政治啊 什么球啊 如果有个男人跟大家说啊 哎呀我刚分手了 我好痛苦啊 或者说 我很抑郁啊 我心情很不好啊 马上就会有人说 你看 这哪像个男的呀 所以社会就不给他这种环境 所以不管是男人呢 还是女人呢 从自己做起 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 谁都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呢 什么伤心呢 什么快乐呀 哎大家可以做这种情感上的交流的 特别是男性 开始学会敞开心扉之后呢 就开始能够注重心灵的交流 这时候跟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 就会能够享受真正的爱情了 而不是把爱情当做自己的工具了 很多人跟我说 见心理资讯师非常的贵 而且找一个好的非常的难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真的对你的心理健康有所帮助的话 你想回馈或者说鼓励我继续做下去的话 可以参加我的Patreon资助我 扫描上面这个 或者到patreon.com王破 其实说实话 这期真正的是 我心里面装了很多男人 是给我们主要是男性观众来做的 因为现在男性啊 心里面这个情绪上 比女性的问题还严重 那是因为男性他封闭自己 不像我们女性啊 有这种习干大家可以互相聊啊 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今天我真的希望我这个视频 可以帮到很多很多的男性的朋友 咱们下次见